11岁的巴伯家 从卖火柴和纸的小女孩 成为人妻 这样她就可以还清母亲的债务 我哭了 我想找人帮忙 但我们别无选择 债主逼得太紧 每年有超过1200万 像巴伯家这样的未成年女孩结婚 我结婚的时候 我还没有来过月经 我的第一次生理期 是在我丈夫的家里 一些女孩子早婚 是因为文化传统的压力 有些人则表示 她们的选择有限 我把女儿嫁出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住 我能把她放在哪里 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 像现在这样 我当然会送她去上学 她不需要在11岁 12岁或13岁结婚 她本可以接受教育 找到一份工作 或者学一门手艺 早婚在各个社会都有发生 在美国 如果符合某些标准 大多数州都允许人们在18岁之前结婚 然而批评人士表示 许多这样的婚姻 都是为了规避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强奸法 我大概是在13 14岁的时候认识她的 事情借连发生 几年之后 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我未成年就怀孕了 这就是我们最终结婚的原因 这样我就不会送她进监狱 人权活动人士说 与晚婚女性相比 早婚女性更有可能辍学 遭受家暴 以及生活贫困 我失去了童年 我喜欢学校 愿意去上学 但是他们不让我